登山 登山 今天这个丑丑的 为何没有出去过 哦 一辈子都没出去过 啊没出去过 你也挺好看 这牛肉也没喝的 牛肉也 一会儿 十笔钱 十多多数钱不买 根本看不到对象的车辆 终于看到这个铺子了 大家好,我是星哥 今天我们一路是翻山越里,拔山涉水 来到了令人向往的猪雀村 映入眼帘的是甘肃、龙南、李县的猪雀铺 现在很多人又称它为悬崖村 村庄位于悬崖之上,四面全是万丈深渊 好似一座空中城堡 四周悬崖峭壁,大河环绕 这个地形悬址在中国传统文化建筑上来说的话 就是风水宝地,钟灵玉秀 山管人才,水管财运 整个村庄的话,用乐器来说的话 像一个大型的琵琶 从军事角度来说,它又像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舰 今天我们不拍美食 我们特地到这个悬崖村这边来 来体验一下悬崖村的风土人气 如果人气好的话,看能不能蹭上一顿农家饭 好一座世外桃源,像仙境一样 咱这个村的话,为什么叫做悬崖村呢 这是这无声计划一座后头 悬崖村,这悬崖村啊 在老子民里就只管什么 咱们这个村里面村民主要是姓什么,比较多 都是姓王 都姓王 都姓王 当地的这种房子都是依山而建啊 房子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啊 大哥,这是您家里是吧 是,是我家 这房子建了多少年了 这房子建了有七八年了 我看这个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像这个娃读书的话那咋办呢 就是他自己来的,来的手 到下山,下山就坐车了 要多远呢,读书的地方 读书的地方 有二十多公里 你这房子建的漂亮啊 当时建这个房子也花了不少钱吧 对啊 房子也不算是挺好的啊 就一般吧 可以可以,温馨 花了多少钱建的当时 花了这一边房子盖起的话 价了四十多万 咋这 我给你带上去 我们的一个房子盖起来 我可以带上去 带上去 你们不能发现 第一个房子盖起来 我可以带上去 你带上去 我可以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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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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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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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